GO 歡迎收看 我猜 掌聲鼓勵 嗨 大家好 嗨 嗨 是你給我放假啦 對啊 不是 是又過年啦 不進回了 太快了 你們還在唸書嘛對不對 我 唸書 已經期末考快考完了 期末考考得怎麼樣 不錯囉 不錯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啦 當學生的藝人啊 最重要就是成績也要好 對 就是要完的時候玩 要考的時候 欸 考得不怎麼樣 怎麼可以講到 沒禮貌 怎麼可以講到要完呢 最近這個要完的事情 是搞得滿大的 真的是 不要這樣 尤其是放暑假的時候 跟朋友去多聚聚可以 但是不要亂吃東西 這個非常重要 有沒有 尤其這個飲料不要亂喝 喝完之後就 就糟了嗎 好好加油啦 對 成績又好 然後這個又能夠把 演藝事業做得很好 S.H.E.掌聲 再給我們鼓勵 不錯不錯 好 也要歡迎我們幾位 我們的算是嘉賓朋友 來 第一位 許紹揚 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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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胡渣對不對 胡渣嘛 好性感 胡渣 胡渣嘛 對 對 MTV MTV被進播的就是胡渣嘛 就是那個MTV 對 沒錯 可是很過癮耶 看了很 很過癮 你沒有看過 有 覺得怎麼樣 結果女主角只穿一個衣服 對 對 然後釘子褲 對 釘子褲 真的滿好性感的 我內心你覺得 你是一個很瘋狂的人 沒有 我不敢摸他 真的嗎 然後導演 導演有一個鏡頭 要摸他的屁股後面的 沒有看到 然後有時候我不敢摸 對啊 很尷尬 下次有這種鏡頭 請憲哥去幫你做T.S.E. 我願意 憲哥 我下次打給你 他很奇怪 他這麼大牌 但是只要一有這種場合 他一定幫你做T.S.E. 還不拿酬勞的 亂講 但是他人家那個MTV 已經很清楚叫胡渣嘛 其實他是看到留一點胡渣有沒有 那手沒有動 但是用胡渣在他身上 洗 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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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怎麼讓我想要塞瓜布啊 差不多啊 不過希望你唱片大賣 謝謝 好 加油 好 再來是我們侯湘婷小姐 吳佳游女出長才大 真的長大 那年出道的時候幾歲 你知道嗎 幾歲出道 17 17歲 好年輕 你應該問一下他現在幾歲 今年 今年20 一開始才20 天啊 出道4年然後才20歲 有沒有看到 加油 好 再來是個人最欣賞的一位 銀幕偶像 歡迎李倩蓉小姐 哈囉 大家好 倩蓉我現在 我要恭喜你 得到這個禮拜他最欣賞的 他每個禮拜都有一個 每個都不同 對 你不知道我們的交情 我們是昇華變成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呢 完全沒有什麼男女之間的感情 那你們從哪裡昇華 我們就是獨處的時候 喂 他還沒辦法不要逼人家 但是他男朋友我也認識 所以OK的 但是今天 我有問過他不認識你啊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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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敵是一定對不對 對 相見眼紅的嘛對不對 來來來 我們今天這個不用訪問你啦 要啊要啊 我有新作品要呈現給大家 不用不用 你直接站起來 我們看一下就是新作品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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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哦 哎唷 哎唷 怎麼會這樣 哇 身材真的 等等等等 能不能站久一點 不行 不是好像有誰在瞪著我們那種感覺 我也看到了 是啊 怎麼會這樣 這個衣服 阿雅不會傻到去穿吧 不是 她那個衣服她穿以後變成護膝 那個還真的要身材要好對不對 真的 她身材太好了 謝謝 謝謝 好好的 那 加油啦 好不好 希望跟男朋友之間也能夠好聚好善 哎 你這是最幸福的話嗎 我們難免才有切入點嘛是不是 好 好 好 歡迎啦 好 再來 接著下來這兩位呢 要真正介紹他們的話 對 咱們呢 不用多費唇舌 看看他們在中國大陸走紅的狀態 就知道什麼叫做 The Ginger The World is Spied 什麼 姜氏老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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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歡迎我們 妮 敏 妮哥 還有夏依小姐 兩位乾脆直接到前面來一下 好不好 我們要來看一下他們最近在國家劇院 要表演的這個戲目 次郎 叛姆的ABC版 來 歡迎兩位來 來 其他人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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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歷比泥大哥的那個高的再過去 兩位 你們就來一段好了 沒有 沒有 這個我想發言人是應該是我們 夏姨 夏老師 夏老師啦 夏老師 您好 您好 夏老師最近也很紅啊 夏老師今天一直以為來 我猜 我猜 還會猜 就是看到你 你叫瓜哥 蛤 那不是 人家認識我很久了 夏老師我不熟 但是他的這個 老公我很爽 又來了 又來了 他老公叫夏姨跳 他弟弟啦 不是 他不會叫夏姨跳 不叫夏姨跳 我問號 我想讓大家都聽得懂 哪一段 然後就 紹興戲 可是那是用英文來唱 好 紹興戲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其實這是用26個字母來唱 這樣 不是啦 那個直接唱就可以 沒有 沒有MC 就是 ABCD 沒有MC啊 他說 你說MC 他聽起來MC啊 好可愛 是說不是的意思 我如果沒有的話 要特別去檢查一下 你就不要打斷 然後就讓他 好 你就一氣呵成 A B C D E F G A B C D 不要打斷了 你繼續 好好聽喔 好聽啊 真的好聽 先掌聲給他熱絡一下 來 繼續繼續 H I J K L M N N O P Q R A S T W E W A K S Y A Z 好耶 好啊 好厲害喔 不好意思 剛剛這個刀擾您啦 這個稍微跟你干擾了一下 不過你唱來真有味道 沒有味道 謝謝學姐妹妹 老外這個學種東西 這個是很棒的 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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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門在外什麼 喂 三餐老是在外 人人叫我老外 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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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餐老是在外 每當吃到老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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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嗎 換講 你嚇到夏老師了 你看夏老師被嚇到了 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好活潑喔 對啊 你好調皮喔 你好可愛喔 我還活的 夏老師 你們覺得我們瓜哥果然不同反應 好啦 再次謝謝兩位 好 掌聲給他們咧 謝謝 謝謝 好 來 那咱們今天的這個內容 馬上就要開始了 對 真的假不了 肢體 一開始是你們帶來的肢體 沒錯 介紹一下 今天很精采看了就知道 是嗎 是的 有多精采呢 第一段是聽說是不求人 對 就是抓癢啊 抓癢 大家知道不求人嗎 我倒是第一次玩的東西 抓背後那種的趴子 誰真正在抓癢 對 而且一抓出來內衣會被勾出來 這麼厲害啊 對 剛才Selina不小心勾出來了 這個好看 好 來 所以你們要來猜猜看 到底誰在用不求人 請看 演技大考驗 觀眾朋友 你能光憑他們的演技 猜得出來 誰在用不求人抓癢嗎 首先Selina的表現 你認為會是她嗎 接著是Hibi 會是她在用不求人抓癢嗎 最後是Ella的表現 觀眾朋友 你猜得出來嗎 你看出了蛛絲馬跡了嗎 以上就是他們三位的表演 你猜得出來 誰在用不求人抓癢嗎 好的 好的 好 邵陽你認為是誰 誰在抓癢 當然是第一位 就是 Selina Selina 對 是嗎 太真了 我覺得第二個太假了 有的時候就是一種手腳 在真假假之中 對啊 有時候會故意做的假的 但是有時候會故意演的 對 Selina滿真的 Selina 好 湘婷你的答案 我是覺得Hibi Hibi 因為聰明 如果你被你抓癢的時候 你應該那一陣子會很享受 你就會那種 飲巧衣的感覺 對 好嗎 倩蓉呢 我覺得是Ella 不是要問這個啦 對啊 哇 太性感了 受不了 對啊 不穿內衣真的比較舒服 因為你知道鏡頭這樣子 不是鏡頭這樣子 不穿內衣是舒服的喔 看也舒服 穿不穿的也舒服 這是怎樣 又省下一筆開銷 我下次也不穿 那沒影響 而且你也不用擔心下垂的問題 好不好 不是 你看鏡頭這樣帶著它 你好像在拍那個沐浴乳的廣告 因為肩膀是露的 對 你看 厲害 哪一位 3號 Ella Ella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想要 從他們背後那個手臂的陰影去看 看不看到那個不求人靶子的那個陰影 靶子 對 結果製作單位真的很聰明 並沒有 對 然後我是覺得Ella她那個 手臂的肌肉在動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有那個濕力點 在用力 所以她有抓那個 而且我有很舒服的感覺 來 尼哥尼哥 您的答案是 我認為也是跟她一樣 3號Ella 3號Ella 為什麼 她那個什麼 反正就是 就是不會自己去變那個角度 真的有一點 而且她抓得滿兇的喔 對 對 應該破了吧 沒有沒有 她那個屬於可能有牛皮癬在後面 對 牛皮癬 對 對 下一小姐 那就3號 那就3號 什麼意思啊 對 現在同鞋3號是不是 現在是 這個人怎麼沒什麼組件 那好吧 那就3號吧 她應該沒記住這個 就是3號 來賓投票揭曉了 Celina和Hebe 各有一位來賓支持 而Ella 則佔大多數的選票 到底證據答案會是誰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首先 Celina 等一下 哇 一步好像很享受的樣子 答案真的不是她嗎 沒錯 就是她 接著是Hebe 眼睛越來越複雜的她 相信觀眾朋友一定被她給騙了吧 最後是喜劇小天后Ella 這次她表現的方法 是以抽搐的臉部表情為重點 她正毫無形象的演出 真是太犧牲色相了 正次答案就是Celina 觀眾朋友 你猜對了沒 恭喜許少洋答對 出乎你 好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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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答對 我們先來倒帶看一下 真的勾出東西來 沒有啦 沒有啦 大家用那個時候要小心一點 對 對 有沒有切過洋蔥 有 有沒有 切洋蔥眼睛會睜不開 對 我們看誰演得最像 好 請 等一下 我們抓洋那個可以請她們表演一下 霓哥你能不能起來表演一下 抓洋 不求人 不求人 不不 起立 起立主要是為了要買一個伏筆 待會兒每一個都要起立 好 天啊 心機很重 啊 啊 啊 不行了 喔像像像 有有有有 沒有她臉上的表情 對 倩蓉該你了 就知道 謝謝 好 啊不不不 喂 喂 要用不求人啊 你要拿不求人 這樣子抓 臉上要 那個味道 預備 1 2 3 啊 摳我啊 啊 摳什麼摳啊 我很認真的在表演 你來演得多好 好吧 再來看看切洋蔥片 請看 好 觀眾朋友們 你能光憑她們的演技猜得出來 誰正在切洋蔥嗎 首先是Selina的表現 很努力在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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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一定要仔細地看個清楚 接下來是Hippie的表演 我們趕快來看看 觀眾朋友 你認為會是她嗎 好了 最後是Ella的表演 好 要注意看喔 她到底是不是正在切洋蔥呢 好像很吃力的樣子 以上就是她們三位的表演 你猜得出來誰正在切洋蔥嗎 好 好 那麼三位到底哪一位 來 邵楊你的答案是什麼 1號 Selina Selina Why 我覺得她演得太真的 演得太真 沒辦法 沒辦法 2號跟3號 對啊 我覺得她根本喜歡Selina 對啊 一直選一直選 那算我三號吧 還有 沒有 這樣就是心裡有鬼 你是說她那我換啊 對啊 湘婷呢 我選3號 為什麼 因為洋蔥剛切下去的時候 不會馬上有眼淚 你要過於這個 要一段時間 對 有觀察到細節 而且自己有切過洋蔥 來 倩蓉告訴我們 你的答案是什麼 2號 Hippie Hippie 2號 我覺得1號 因為Selina她有摸到她的頭髮 那基本上洋蔥的味道很重 所以一旦你碰了 就不會去摸自己的身上 那我覺得 剛才在看3號Ella切的時候 她不是有拿那個刀子 在空中揮舞一下嗎 已經有白白的 上面有那個洋蔥末 所以我覺得是2號Hippie 切留下來 這麼厲害啊 天啊 一個藝人 竟然能做到色意雙全 哎呀 哎呀 比起前面那邊 那個豬頭是在耗太多了 見鬼了 邵楊你要幹嘛 突然間拿麥克風 他過來扁你啊 可是我們有切蘋果啊 其他兩個是切蘋果 也有切蘋果 所以這可能是蘋果的 尼哥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還認為3號 為什麼 哎呀尼哥喜歡我 不不不 尼哥喜歡噴乾冰 一熱就噴乾冰 為什麼3號 我覺得比演戲的話 3號比較像 比較像 好 就這個理由了 下一小姐 那就3號好了 演戲 還真的是呢 那麼 嚇一跳 你是不是想回家 不是 反正我也猜不到 我看誰說得多 我就跟誰好了 你自己看 自己有什麼感覺 我跟你講 你看中國婦女傳統美德 就是嫁雞隨機隨便 對 嫁狗是學狗爬 也是 對啊 所以你看真的是 你自己個人看了之後 對她們 我還是覺得第三個挺像的 可是我又不敢猜 沒關係妳猜一個 因為她那個前面 就已經讓我覺得很像 所以 我跟你講 要不然妳這一題瞎猜一個 只有1到3號嗎 是啊 是 我還是猜她 妳的tempo真的很慢耶 好溫柔喔 一件事情問6遍 妳還問我說 妳好 喂 1到3選一個 3號 那有什麼改變呢 好 好的 我一起來看看 到底是哪一位 1 2 3 Go 首先是Celina 嗆鼻 刺眼 演得相當好 答案真的會是她嗎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正確答案吧 她居然正在切蘋果 演得跟真的一樣呢 實在太厲害了 接下來是Hibi 她演得好像太誇張了 答案會是她嗎 快來看看吧 答案揭曉了 好 最後一位是Ella 第一次演得相當的內斂保守 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喔 我想很少做家事的人 應該會被切洋蔥這項任務 給打敗吧 你看Ella這副苦的樣子 答案真的會是她嗎 耶 沒錯耶 答案真的是Ella 所以這題正確答案就是Ella 猜對了嗎 厲害了 但其實倩蓉剛剛的那個 利潤根據是比較對的 她說上面有黏著沖沫有沒有 不算人家瞎猜猜這種 也沒什麼了不且 來來來來來 那我們請她們這個站起來表演一下 哪一位來表演 又要站起來啊 沒有 對啊 那個邵陽 妳表演一下切洋蔥 坐著就好 坐著 為什麼 對 坐著 她站起來沒比較 預備 假裝在切洋蔥 那眼睛會那個喔 預備 起 她笑得很開心 我不會煮菜耶 不是煮菜 妳切洋蔥 我沒有切過 妳切洋蔥 眼睛會被尋找 她不知道會把我摸到 切洋蔥眼睛會尋 糟糕了 只會吃也不會吃 夏老師來一下 切洋蔥 妳總切過洋蔥吧 洋蔥 我切洋蔥不會流眼淚 為什麼呢 妳是沒血沒淚的家事 我現在有點累了 真的不會有竅門的 其實抹一點香油在鼻子上 就不會被嗆到了 是嗎 真的 香油可以自然就能切 那這樣好不好 妳先妳就表演 妳從頭到頭抹香油 然後切這種感覺 好不好 預備 好 起 好可愛喔 柏順啊 切就切 一定要裝可愛嗎 掌聲 不是自然的可愛嗎 還生活小嘗試啊 好了 好了 就算她是對的了 好不好 接著下來厲害了 奇人藝術